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是三月初嘛 所以往后推了一个半月 5月22号他为什么有这信心呢 说不好 真说不好 因为现在整个黑龙江麻烦蛮大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黑龙江报道出来麻烦蛮大的 北京一直有说有 一直说根本没有处理干净 但是很显然他对他自己处理疫情的那一套手法 他充满信息 这你能感觉出来他充满信息 你看到无论说老百姓是死是活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可以把 我不管你死活 我可以把疫情控制住 这是关键 所以在中共的宣传当中 他强调的是战胜了疫情 习近平也强调战胜疫情 但他绝口不说死多少人 对吧 就像我说的 他真正的概念是把病人当诸瘟处理 当非洲诸瘟处理 那你非洲诸瘟都是埋了 烧了 盹了 也没人数这数 所以这是在任何西方社会做不到 这是没错 那他5月22号要开会 咱不知道他有多大本钱 有个香港人 昨天发了个视频 他说是做风水的 他发视频 他说5月16号到18号 在中国西南地方有大地震8.3级 他就直接就那么讲了 大地震8.3级 会把三峡大坝给毁了 他直接就毁吧 毁死很多人 听起来语言组合就没有那么明细的语言组合 他讲了半天就讲这点事 给我印象 给我个人的理解当中 因为你可不能说 你可不好说 它是真是假 他公共说出来 就像那个印度14岁的孩子 去年8月份拍视频说 造出全世界停摆 马来西亚一个做玄学的 那个人是挣钱的 他也提到2020年 全世界停摆 经济大衰败 那会出现类似SARS的病毒 他都是一张一张图片 给我看起来 给我感觉都是一张一张图片 他在时间点上穿不上 但他说的时候有几个人信呢 马来西亚那个人是去年10月份说的 那个印度那孩子是去年8月份说的 去年4月份跟8月份说的 那今天这女的是昨天说的 就是中共宣布的日子 然后他说有这地震 如果你在加上美国公布UFO 公布UFO 那以及向犹太人的拉比出来说话 我个人以为 其实如果你综合这个现象 你就会发觉 有些有本事的人 在不同的背景之下 和他们的目的之下 都在人的层面露头了 出现了 这是一个大的现象 那具体人说的 很多都会有偏差的 都会有偏差的 但是在过程中 他们你可以看到 在人类社会中 出现巨大的改变 那这些人浮出水面 都意味着 在时间是个神的背景之下 在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 在大变化 你可以说是弥撒亚来之前 我个人以为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对 有些人错 那对的是过后 人们去证明他的对 人们不会去听从他的劝告 那不听他的劝告 而当事情发生之后 没有人想到 自己是遭遇灭顶之灾 这就是今天 我以为就是人面对一切的状态了 所以他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该淘汰的 该出麻烦的 一定出 只会给那些留下的人 以教训 你说在这个过程中 有多少人能醒悟 就凭借自己的命了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孟晚舟的案子 要出结果 各媒体都报了 我自己觉得没啥意思 但是呢 好像有些事总得有一个了断了 事情发生了总得有个了断了 他谈到的这个 孟晚舟的律师 所抗辩的就是说 美国给他定的罪 在加拿大不是罪 它就叫双重犯罪 双重犯罪才是引渡条款当中 必须具有的 那中间就套不上扣了 因为 因为这个加拿大的这个 检察官说他 是对银行的诈骗 而孟晚舟的律师呢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辩护的 所以 这个大铁轨小铁轨 这火车有大轨小轨啊 两个轨道不一样 他就对不上茬的 银行诈骗 是今天美国人提出来的一个 关键的罪 孟晚舟诈骗 欺诈了这个汇丰银行 欺诈了汇丰银行 欺诈了汇丰银行 跟伊朗做生意 而美国对伊朗有所制裁 所以抓他 那孟晚舟的律师呢 是说美国对伊朗制裁了 但是 孟晚舟做生意的时候 加拿大还没有对伊朗制裁 所以这事不算 两回事 对不对 但中间 这是两段了 他得把钱弄出来 所以需要银行 需要汇丰银行帮他 汇丰银行自己知道 有毛病 所以就把他的 孟晚舟的解释那一部分 全都给留下来 PowerPoint 他做演讲的视频 全留下来 这个东西就给了今天的法庭 所以汇丰银行知道自己在作恶 然后把责任一推 不赖我 你知道这个作用 最大作用是什么 在处理孟晚舟的 那个具体的人 他逃脱了罪名 所以汇丰银行 被罚了款 银行被罚了款 但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现在人为了钱就坏了 就完全坏了 对吧 而且他知道在作恶 他也这么做 我觉得这就是这么个故事 所以呢 说后面这个 这个认为孟晚舟败诉的几率大 这个case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最早的case 它的意义是为了打击华为 那他有钱 习近平替他打官司 对不对 他这块肉就躲在 躲在温哥华了 就这么块肉 他什么都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那这个东西呢 他败诉 败诉他会上诉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永远汉的那儿 十年八年也是他 这就是西方的法律 既有他公平的一处 也有他可笑的一面 就是 我觉得就是这样了 既有他公平的一处 也有他可笑的一面 这是这个case 因为华为已经被全世界认知了 那 他的恶的成分认知了 那 人们选择不选择他 那是每个人具体的自己的选择 每个国家自己选择 同时间辽宁省的省长唐一军 转任司法部长 这个东西呢 是在孙力军出事之后 傅政华下来之后的第二天 王小红就被辞职了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再过一天 27号 武警部队呢 从地方收权 全都归军委管 在习近平的眼睛里 政法委的人 公安 国安系统人 要杀他 他这么认为 是不是真有人杀他 不知道 所以 通常有媒体中说 这是习近平对 政法委系统的大清洗 不是 他没能力清洗 他一点都不信 已经过了清洗的概念了 因为他今天跟中共绑在一起的时候 完全把他作为中共的化身的时候 他跟当初江泽民曾庆红 后来走到 就变成了在利益共同体上走到了一体 江泽民这么讲吧 江泽民曾庆红是妖怪 那么他是个人 把妖怪把人吃了 借助共产党的概念 就这么回事 人说听不懂 咒王要的是 打击的女人的身体 结果狐狸在后头抽他的精华 他俩人住了那么长时间 那狐狸也没跟他摇身一遍 说 老爷我是狐狸 他没说呀 对不对 他没说呀 一样的道理嘞 我觉得 今天的人缺少生命的认知 就是这问题 都是在利益上去探讨 当他习近平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他认为 因为政法委是他反腐中打击的最 从2012年他就干政法委 可是那是太单纯的一个系统了 又是最有力的 又是军队之外拿着枪的 所以 唯利是处者会认为枪杀人 他们都这么认为 就像毛泽东一样 认为拿枪的人会杀他 其实呢 他到哪天死就哪天死 不会早一天 也不会脱后一天 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呢 天灭中共在收紧的过程中 在人间的一种显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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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你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